行動中檢獲電話、手提電腦和智能手錶等電子產品 另外有發現電腦中央處理器、記憶體等零件 和23公斤燕窩 總值大約2500萬港元 是近兩年來破獲最大宗的電子產品走私案 當局是在一艘奈何船上的暗格發現這65箱貨物 那個地板是否比較淺色一點 這個淺色 我執法員留意到這個淺色地板和其他周圍地板的顏色是不一致 所以這裏就懷疑它有問題 結果我們在這塊地板揭開底下 就發現了一個暗格的入口 暗格的入口 而這個暗格就通往這個暗格了 在這次我們看到它是作出了少少的走私模式的變更 就是利用奈何船的暗格去走私這一類 這麼大型、這麼高價的電子產品 在過往五年我們都看不到這種走私模式 去運用這些高價值的電子產品 水警聯同海關禮拜三晚上11點多 在屯門奈何碼頭一帶發現一輛海儀貨車 有三個男子搬貨到奈何船上 在奈何船洗經爛割咀的時候攔截 並帶返大瀾水警基地搜查 東網記者李罕瑞報道 《東網記者李罕瑞報道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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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東網記者李罕瑞報道》